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认识主耶稣基督 圣经所说的认识神 不是光靠头脑知道属神的事情 更是与神建立极为亲密的关系 我们读经 祷告 敬拜 服侍 全都是为了更深地认识主 经历主的大能 所以我们要常常地反省自己 我现在的属灵光景 是与主亲密的还是疏远的 属灵生命的历程好比登高山 有高高低低 起起伏伏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连主耶稣的门徒 也有不认识主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处在第一点 第一潮的时候 我们要悔改来亲近神 当我们处在高处的时候 灵命高潮的时候 我们更要谦卑来顺从神 所以今天我们要从门徒 在软弱中的表现 来找出一些原因 并且依靠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为何不认识耶稣 在今天第一个单元里面 我们先来读圣经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四节 圣经说天将亮的时候 耶稣站在岸上 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 请问门徒为何不认识耶稣 为什么认不出耶稣来 有注释书这样说 耶稣复活以后 可能祂的样子改变了 所以和从前不一样 门徒就认不出来 又有人解经家说 可能耶稣故意的 使门徒们认不出来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不是圣经的答案 因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并不是这样写的 那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乃是说 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 读圣经呢 有一些关键字 一定要非常的小心留意 这里有一个字 却 却是一个转折欲 那却是什么呢 却是告诉我们 门徒们应该知道耶稣 可是却不知道耶稣 应该知道 却不知道 那就告诉我们 一定是有原因在 那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如果我们要找出答案 我们一定要从这段经文的 上下文来看 好 我们再往上文来看 上文第三节告诉我们 第三节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 我打鱼去 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 他们就出去上了船 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 我要请大家注意 那一夜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了他们整个晚上都在忙碌鱼打鱼 所以他们心是非常的乱的 忙虽然不一定会乱 但是经验告诉我们 但是经验告诉我们 忙是造成乱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忙容易使我们乱 所以圣经很有意思 圣经常常把忙跟乱放在一起 我举几个例子 诗篇39篇6到7节 圣经说 世人行动时系幻影 他们忙乱 真是枉然 继续财宝 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主啊 如今我等什么呢 我的指望在乎你 那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节 有一个例子 讲到马大伺候的士多 心里忙乱 就进行来说 主啊 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 你不在意吗 请吩咐她来帮助我 好 门徒们因为忙乱 所以他们认不出耶稣来 好 这告诉我们 忙如果乱 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主 忙乱会带来什么祸害呢 圣经告诉我们 忙乱就使我们没有办法 专心地来亲近神 忙乱更容易使我们产生埋怨 埋怨上帝 埋怨人 那我们要怎么样避免忙乱呢 在这一集里面 我先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秘诀就是 凡事要先亲近神 门徒忙乱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将亲近神摆地义 他们将什么摆地义呢 他们将补于摆地义 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说 耶稣说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好 耶稣在这告诉我们 凡事一定有 优先顺序 有先有后 所以如果我们要不陷入忙乱的当中 我们必须要先做重要的事 我讲个例子 就是刚刚路加福音第十章 三十八到四十二节 圣经说 他们走路的时候 耶稣进了一个村庄 有一个女人名叫玛大 然后就接耶稣到她的家里 她有一个妹妹叫做玛利亚 在耶稣的脚前 坐着听耶稣讲道 玛大伺候的事多 心里忙乱 就近前来说 主啊 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 你不在意吗 请吩咐她来帮助我 耶稣回答说 玛大 玛大 你为许多的事 失利烦恼 但是不可少的是 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 那上好的福分 最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玛大的问题在哪里 玛大的问题 就在意她把优先顺序 搞错了 该先做的 她不先做 后做的 她反而先做 反而卖命的去做 玛利亚却不同 玛利亚深深知道 坐在耶稣的脚前 听主的道 那是最好的 最重要的福分 亲近神 那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雅各书四章八节说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我们亲近神 神必亲近我们 当神亲近我们的时候 我们将要大大的蒙福 十篇七十三篇二十八节说 但我亲近神 是与我有益 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 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 这里告诉我们 亲近神 我们就必定蒙神必复 诗篇六十五篇第四节又说 你所捐血使他亲近你 住在你院中的 这人便为有福 我们必因你居所 你圣定的美福之足的 这告诉我们 当我们亲近神 我们必定蒙福 以赛书五十五章第三节 这样说 你们当就近我来 彻耳而听 就必得火 我必与你们立永约 这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 这告诉我们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我们就必定可以从神那里 得到生命 得到永约 得到恩典 得到荣耀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读圣经 祷告 亲近神百利益 当你大量的读圣经 并且你不断地思想神的话 你常常祷告 常常听神向你说话 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 就会蒙福 亲近神 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请问 你愿不愿意 把读圣经 祷告 摆在你一天当中 最重要的事 你愿不愿意 把读圣经 祷告 摆在你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事情 只要你把亲近神 摆最重要 你就必定蒙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再美主 你是主动 亲近人的神 主啊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把更深的 渴慕赏给我们 使我们愿意 把亲近神 摆做人生 最重要的事情 使我们愿意 把亲近神 摆在一天当中 最重要的事情 主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亲近神 当中 享受你的同在 享受你的安慰 享受你的赐福 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